前首相纳都斯里纳吉SRC案的试剂审讯 上个月开庭审理 至今已经是审讯了长达18天 副检察司透露 案件的审讯工作已经是完成了30% 法庭预计还将传召另外40名证人出庭共证 而另一方面针对三项加控的洗钱罪名 法庭也则定在明年6月开审 不过纳吉的律师已经表明 不排除会申请撤销控状 纳吉SRC案的试剂审讯4月初开审 一个多月来已经先后有多达37名证人到法庭共证 案件的审理程序已经完成了30% 副检察司透露 目前还有大约40名证人等待被传召 案件这个月28号续审时 法庭将会继续传召证人出庭共证 除了涉及SRC4200万令吉的洗钱和失信罪之外 纳吉在这起案件当中被加控的三项洗钱罪名 则确定将在明年6月开审 吉隆坡高庭法官莫哈默在尼宣布 这三项加控的洗钱罪名定于明年的6月2号到4号 9号到11号 15到18号 以及23到25号审理 检控方式在今年2月8号对纳吉加控这三项罪名 控状指纳吉2014年7月8号 透过大马伊斯兰银行户头收受2700万令吉的款项 并将这些钱存入三个他名下的私人户头 这些钱被指和洗钱活动有关 尽管如此 纳吉的律师沙菲仪则表明 纳吉已经面对七项洗钱 失信等相关指控 之所以会被加控三项罪名 是因为控方出现程序问题 他已经表明有意向法庭申请撤销这三项加控罪名 再就同时 总检察署申请充公纳吉7亿1100万令吉财务的案件 法庭则定在这个月30号过堂 根据了解这起案件的第一和第二答辩人 就是纳吉和夫人拿听斯里罗斯玛 至于纳吉的三名子女 以及其他公司和个人 则被列为其他答辩人 警方是在去年5月17号到今年3月11号之间扣押这些物品 当中包括了名牌包包 名牌手表 马币 外国货币 房产以及银行资金等等 检控官认同警方的调查结果 认为这些财务和非法活动有关 NTP7综合不倒